週二 加拿大多倫多的網絡研究組織 《公民實驗室》在一份報告中說 早在去年12月 中國社交媒體平臺 就開始審查有關新型冠狀病毒 與批評中共當局的帖子 公民實驗室調查的重點對象 是騰訊旗下的通訊平臺微信 和歡聚時代公司的視頻流應用平臺YY 從去年12月到今年2月期間 審查中國網民帖子的情形 調查發現 在這期間大約500多個關鍵詞或句子被刪除或封鎖 一些關鍵詞 例如武漢不明肺炎 武漢衛健委 人傳人一類的用詞也都被刪除 甚至連一些批評中國領導人 地方官員與新冠病毒有關政策的用詞 以及一些所謂的敏感信息都被刪除 旅美政經飛行人士秦鵬表示 大規模傳染病的最好對策就是早發現 早隔離 早治療 正因為當初中共隱瞞和拖延了疫情 導致後來至少幾十萬人被感染 成千上萬人死亡 並最終蔓延全球 公民實驗室的調查結果顯示 騰訊與《歡聚時代》等公司 早在去年12月武漢肺炎爆發的初期 就收到了如何管理新冠病毒內容的官方指導 並且隨著疫情的擴散一直持續審查 報告中還提到 武漢醫生李文亮2月初因感染肺炎病毒死亡 中國網民在社交媒體平臺上哀悼 並激烈批評當地官員的同時 中共再次加強審查力度 在微信與YY等平臺上增加了更多關鍵詞 而在現實中 中共各地方政府 甚至派公安、國保騷擾那些在網上 披露疫情真相的民眾 家住廣西的市民梅大姐向新唐人表示 中共政府一直在用高壓政策和手段 不允許老百姓在網上談論疫情相關的批評信息 秦鵬則說 真相是最好的疫苗 但恰恰中共最不願意做的就是讓真相傳播 在開始的時候進行隱瞞到後來的話呢 還繼續隱瞞和這種欺騙 自然的就是導致了整個國際社會就跟著倒霉 那麼特別的話呢 它還收買了這些這個WHO 就是世界衛生組織的這些官員 但他們也跟著在說出撒謊 所以這是這一次這種非常非常快的 蔓延了一個這種根子的原因 3月1號 美國參議員馬可魯比奧 在接受福克斯新聞訪問時批評中共隱瞞疫情 更沒有與世界各地的工委專家分享重要信息 包括真實的感染人數和統計數據 使得其他國家在疫情爆發時 沒有採取必要的預防措施